土城爱乐管乐团演出曲目 是他们就读国小时 参加土城国小管乐团 由黄忠明老师指挥的参赛曲目 而今再聚首 组成爱乐管乐团 除了是音乐同好之外 更因为怀念与崇敬的心情 借着举办记忆中的你 黄忠明老师纪念音乐会 想念起那些年 黄老师指挥带领 吹奏乐器的欢乐时光 那从我加入的时候 那我上一届才刚开始 去做第一次的演员比赛 那比赛成绩就不错 那从那时候开始 连续的事情一直到现场 那我们本来看成绩都不错 那我觉得 一切大概没有黄忠老师就不为了 黄忠明老师 这个音乐会老师你要来帮我们演一下 我真的很困难 就像那一样我还没有开始说 那个情感就已经太厚烈 但我真的已经调试了很久 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把话说啊 这个图层过家管乐团 只要提到这个管乐团 就一定要提到黄忠明老师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乐团还是一个古号乐队 就鼓啊跟拉拔那种 在吵着上架 那这种黄老师就已经带了 但是在民国82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古号乐队 改制成完整编织的管乐团 我真的最早期对这块也不是很熟悉 那自己打击是有接触一点 那时候他们古号乐队 从外面请个老师来 看他拿鼓棒是这样拿 然后教学人就这样打这样打 那可能不知道是因为我没看过 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样子 后来我就愿意跳出来说 我愿意来带这个团这样子 黄老师热爱音乐 主动承担起土城国小管乐团的发展 培育出许多音乐种子 对团员们来说 黄老师因病离世是震撼也是不舍 而过去许多的美好 校方和毕业许多年的团员们 以黄老师喜欢的音乐和编写过的曲目 再重温这一些精彩回忆 黄老师的游戏 把这一切的这个经历 都把这样音乐的精神传递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在这场过程当中 可以在里面经过这些音乐的训练 另外校方保留黄忠明老师带领管乐团演出的影像档案 当年演出当中还有黄老师的另一半搭配表演民俗舞蹈 有黄老师带来的音乐元素让过去那么的美好 愿这份黄老师的相关回忆永存于你我的记忆当中 谢谢你黄老师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